收到秘密餐 喂 你好 我就不收 我問一下電視什麼情況 一直在發抖子 他有電腺病情嗎 你現在還有什麼不舒服嗎 你現在還要發抖子 第一次數學 第二次第三次也是 但今天就開始不停地數學 他還不需要手 還不需要手 現在發轉39度 這個月是有點麻煩的 本輪疫情以來呢 我們院前結局業務呢 面臨了諸多的一個困難 資源需求的快速跌加 使120的業務呢繼續增加 導演 现在人是清楚的 最近一次有报告的 则算是哪一天的呢 全家戴好口罩 我们大概十分钟准备到 当介绍任务单后 医生将在静短时间内 联系家属 预先知晓一些病人的病情 以及现在非常重要的 流调情况 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要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个病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需要什么样的救治 送到哪一个医院 对他来讲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当时在家里小病的时候 是第一次是数学码 第二次第三次 但今天就开始不停的数学 他还不是要小病 就在下面不停的 他就上个资讯都在流水 送到医院后 我们与医院前的预检故事 和读整医生 对患者的一些病情的交接 再找一个床铺或者是轮椅 对病人进行转运 结束我们一单的任务 收到秘密摊 我救护车 这下病院是什么情况 是胸闷胸痛还是心静呢 好的 我们已经到小区了 你等我进去找一下好吗 一般的话 也是我们快的话 一个小时两车 一个半小时三车 都是有可能的 每天都在跑 不是在出车 就是在出车路上 总是喜欢救更多的人 人就优势一个地方 家属说患者刚刚 过境的晕厥抽筑的情况 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患者意识已经恢复了 现在我们上去看一下 是否有心肝方面的问题 来了来来来 你都会给他 孩子们都在看 cido定 按摩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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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现在就是全人感觉滑倒 途中我们会对病人的病情 向医院进行一个提前的预报 主要还是出票的手续更多 然后交接的流程更复杂 涉及的一些部门更加广伴 之前就是居民需要110打120就可以 现在还需要通知据委员会 还需要开一些转诊单 然后到了医院可能涉及到一些分控区的问题 如果分控区可能要送到定点医院 流程上会比较复杂 每个医院的规章制度都不太一样 需要的材料也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 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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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就是白天是好的 晚上突然开始就是 有点发热喘 喘 是不是 有点发热喘 这是解肚医了 收医院是有点麻烦的 哎呦 好了 麻烦就好了 好了 家属 然后老人家一包卡给我 糖尿病是吃药的是吧 糖尿病经常吃的 他们每天吃的 糖尿病 高血压 都吃的 好 好 好 你钱的谢 哎 晓得 对方是上个医院导人 对于这种病人来讲 早一分钟得到治疗 治疗后的生活状态 生活治疗 都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啥 因为现在密境是疫情期间 医院内对于病人出院的标准比较高 要等核酸报告这些出来之后 才能让病人离开医院 然后再加上现在患者离开医院的途径比较少 没有地铁没有出租车 所以会造成大量患者滞留在医院内 急诊所准备的糖或者那些参加 都会被很快的消耗完 你这都还有啊 你这都还有啊 你这都要 有 你等下你等一会吧 你等下你等一会 你等一会 我说阿拉伯爷 我等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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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会 你等一会 家属他不懂 然后导致一些交接手续他没办 他先出去办 然后我另外一方面为他的行为 不然这个老人啊 就一句很困难 不然他发高热嘛 对 你这没办法 你这个我们总不能把人死和不法 往前往前往 这就此除伤嘛 是吧 首先要解决问题 让家属 让他明白他什么东西没有呢 你什么东西要去开 你不去开我等你 然后我一方面再打电话 给我们总机 把我车辆先暂停了 然后送担架车过来 好 好 你别想把我车辆 你把我车辆 你把我车辆都没放 压力 其实从三月初就开始 长期的开始执行一种特殊情况的轮班制度 我们等于是闭关工作 工作地点 宾馆两点一切 白班的话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 晚班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 就一个班是出站到回站 160公里到170公里左右 这是常规的 常的话要超200公里 我们这种地图 就穿着不脱的 连吃饭 睡觉的时间都 我们是希望团阶疫情把疫情扛过去 大家能尽快地回归家庭 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